第517集 墨景浩这几天很少回景王府 楼玄影都见不到他 更别提殷素威 百日期限越来越近 殷素威的身子也越来越虚弱 他好恨 自从那晚过后 墨景浩整日里就只顾着楼玄影 眼里心里全都装满了楼玄影 不再作戏的他也不愿再分一点心思给他 殷素威在一次倒下昏迷后 醒过来之时苦苦求白泽要见墨景浩 白泽犹豫再三 最终还是把这事告诉了墨景浩 墨景浩近几日都在宫里和几名副将商议制敌之策 听闻白泽的禀告心下一惊 是他疏忽了 殷素威把续命丸给他 到他们回皇城都过了两个月余 殿下 府里有事的话 您先回去处理 臣等继续商议 众副将都这般劝了 他只好起身告私 他赶回景王府 直奔景轩院 岳楚替他把了脉 见他出现朝他摇了摇头 不是还有近二十天 他皱眉 看到脸色苍白如纸的音速威 有些不敢置信 不懂 这病症奇怪 除了续命丸至今无解 我也没办法 景浩 殷素威无力地抬手 看向他 他朝他走过去 在床边坐下 素威 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虚弱 景浩 其实 我已经不舒服好多天了 他 一直 见不到你 便没跟你说 对不起 打扰了你 可是我觉得 再不见你 我怕 就 没机会了 一番话 他说得极费力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是你把续命丸给了我 墨景浩很无奈 如果可以选择 他不会要他的续命丸 景浩 我没有几天可以活了 我的心愿 你能不能帮我完成 娶我 影月居 田儿慌慌张张地冲进书房 大喊着 小姐 不好了 又来 娄玄影无力地俯额 立刻抽出白纸 遮住墨景月里 画了满满一叶的红药丸子 而后 抬头 看着直喘气的田儿 田儿 发生什么事了 小姐 听说 听说王爷回府了 娄玄影 下意识地看了看天色 她不是很忙 怎么会在 大早上回府 然后 王爷回府后 直奔景轩院 是去看那殷素威 娄玄影眉毛微动 墨景浩一大早回景王府 却是去看殷素威 田儿 你确定 她是去看殷素威 她住景轩院 提起她住景轩院 她就恼火 都不演戏了 她竟然忘记 让墨景浩在别的院子 给她找住处 确定 听说清早她昏倒了 伺候她的丫鬟 好像说 什么跟百日有关的 田儿听不懂 岳主公子现在 也在景轩院 昏倒 娄玄影从椅子上 跳了起来 与墨齐月梨 对望一眼 而后 推着田儿 往屋外走 田儿 这是我知道了 一会儿 我就去景轩院 看个情况 为表关心 你帮我到王府厨房 让厨子 给殷素威 煮些补身子的汤 啊 田儿不解地看着她 还给她补汤喝 当然 乖 田儿 快去 书房门一关上 楼玄影 就冲回书桌前 月梨 画 楼玄影 抱着一盒 满满的续命丸 直冲景轩院 还没进东屋 就听到殷素威 对墨景号的祈求 景号 我没有几天可以活了 我的心愿 你能不能帮我完成 娶我 殷素威 还是念念不忘 想要墨景号娶她呀 她在门外等了片刻 想听听墨景号的回答 如果她敢答应 她就决定 再亮她个一年半载 都不理她 墨景号 看着殷素威 那殷切的目光 只觉得一个头两个大 她救了她 她很感激 如果有办法救回她 即使要让她以命相抵 她都不在意 可她却提出了 如此让她为难的请求 她若娶她 便是违背了 对玄影的承诺 苏威 别的请求都可以 这个 我不能答应 我对你没有男女之情 娶你 反而是辜负你 她叹息 不知如何劝说 我不在乎 好一个不在乎 娄显影 笑意盈盈地 副手走进屋里 对墨景号的回答 还是很满意的 玄影 你怎么过来了 墨景号看到她突然出现 觉得头更大了 她可不会忘记 他们俩完全不对盘 你好几天不回府 一回来就来看她 我当然要过来瞧瞧 音速微见她出现 捂着胸口猛咳起来 那样子虚弱的 仿佛随时会再昏过去 玄影 她病得重 月初也没办法医救 别刺激她 乖 先回影乐居 一会儿我去找你 楼玄影肯乖乖听话 就不是她了 她看向音速微 冷声道 你死不了 别用死来要挟 逼她娶你 她欠你的 我替她还 她说着 要朝床边走过去 却被墨景昊拦住了 玄影 别闹了 她已经不知道 该怎样收拾 眼前的局面了 然而 当楼玄影摊开手掌 晃了晃手心里的 两颗血红药丸时 月初惊奇出声 续命丸 玄影 你为什么会有续命丸 月初的话 也让墨景昊 微微一睁 看向她的手心 哼 现在你相信 我不是在闹事了吧 她得意洋洋地说着 墨景昊也终于肯松手 她拿着续命丸 朝阴速微走了过去 在阴速微的震惊中 她将其中一颗续命丸 塞进了她嘴里 扣着她的下巴一抬 药丸顺着她喉咙吞咽下去 随后她将另一颗续命丸 丢到她身上 拿好 护着你的心脉 好好活着 所有动作一气呵成 之后她退开两步 笑着看阴速微 那怪异的表情 续命丸放于心口 都能制住他们的怪症 更何况阴速微 还吞下了一颗 她的气血 回得很快 你 楼仙影 这药丸你哪里来的 你让人抢了一远村村民的护命丸 你害了他们来救我 你不是人 她义愤填膺 续命丸功效 对常人而言 除了在临死前缓解一下 作用其实不大 可对一远村的人来说 却是保命的担要 所以外人从来不对他们动手 就算抢去 用处也不大 她认定 除一远村外 别的地方 再无续命丸 哼 她吃笑一声 将手里的盒子扔到床上 盖子打开 一盒子的血红药丸滚了出来 滚得整床都是 我把他人来吸引了 我把他人去的血红药丸滚了出来 我把他人去的血红药丸滚了出来